台风山台仪中午12点40分 在台湾高雄市登陆 全台连续第二天停工停火 截至下午造成两死二驳一十九伤 另外有一个人失踪 而在屏东有医院在风暴期间起火 至少九人死亡 包括八个病人 山台仪来晒晃 高雄市狂风暴雨不断 整个城市一片灰蒙蒙 部分地区录得14级以上 即是时速149公里以上的震风 放在露台的物品随着大风左右移动 市区路面出现海浪 甚至龙卷风 踏破大树被吹淋 还饿在路面 道路旁边的指示牌也不敌强风 在古山区朝早八点多有庙宇的牌楼倒塌 当地政府派人围风现场 紧急拆除受损的部分 前阵区去到中午风雨越来越大 记者都要抱着建筑物的柱固定 直播的时候就发生惊险一幕 预防风雨越来越大 风太大了 没事吧 部分地区随心去到私家车的底盘 有司机开车经过的时候 担心误创深水区 索性打开车门观察情况 在其中风浪不断增强 位于岸边的工厂铁杂受损 铁皮散落在路面 而在屏东远早上有医院起火 远方将病人和家族疏散到地面大堂 又安排部分病人紧急转远 要冒着大风雨逃生 不少人都显得相当狼狈 医护人员就用雨漏、毛巾等等 为病人遮挡风雨 多个病人死亡 台湾TVBS报道 死者全部都是因为吸入农烟 山台仪登陆后 由预计继续向北移动 暴风圈迫近深北 雨势持续增强 部分地区积水深度去到小腿 泥水溶入道路旁边的住宅 民众都忙于清理 救災人员出动大型机械 清理繁忙路段倒塌的大雪 基隆同样出现灾情 有住宅被泥石楼冲毁挡土墙 当地政府说会尽快安排受影响的一家四口撤离 无线电视机者雪宜报道